欢迎订阅娱乐小工举,之前有一波新闻,说的是那些你以为很丑的女明星,她们年轻时候的颜值其实很高,小编今天带来的是,那些你以为很丑的男明星,她们的颜值又是如何的,王祖兰就不用说了,她应该是公认得不好看了,要不然娶到李亚男的时候,也不会让我们这么惊讶了。 所以在大家心中,王祖兰长久以来,被贴上丑男标签,那么她真的丑吗?不,她不丑,她年轻的时候,甚至还有点小帅,与杨颜合作的时候,两个人都好年轻,杨颜很美,王祖兰其实也挺帅的,那个时候,王祖兰要瘦一点,脸上还有明显的棱角,而且总觉得,她年轻时候,嘴唇也没有那么厚, 所以看起来还是一个挺清秀帅气的男孩子,王祖兰算是被大家低估了颜值的男星,主要我们认识她的时候,她就以搞笑为主了。 中间这位穿蓝色体恤的人是谁?其实就是陈赫了,以前一直以为,大家说,陈赫是笑草是在开玩笑,直到小编看到陈赫年轻时候的照片, 才知道自己真的没什么眼光,这可不就是笑草本草吗?可以请陈赫瘦下来吗?说不定还可以演偶像剧呢? 黄磊也是,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她的时候,她就已经是一个有点微胖的中年大叔了,但是她也是学表演的人啊, 好歹有点颜值的,年轻时的她,常这样,再看看杀意,她年轻时候,也是帅过的,对,后放上一个年轻时的神颜,虽然小编觉得,她现在也蛮好看的,但是,年轻时候真是惊为天人呢, 王祖兰和陈赫,你俩考不考虑一起减个肥,重回颜值巅峰。 从来看,过来看,你再拍了什么视频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